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设备的一些后台设置如何操作 这个是一个中点端的显示屏 起点端激光器 然后起点端跟中点端其实是基本一致 起点端这里多了一个接口是接那个装杆开关用的 这里可以看到装杆开关 其他都是一样的 然后设备的侧面呢 这是装的一个天线必须要锁好 然后这是一个开机键开关 我们可以先关一下试试 长按大概一秒钟它就关了 只要屏幕不亮它就关掉了 要开机的时候呢 按住 它会显示一个开机画面 然后去显示时间 这个时候已经开机成功 这个接口呢是一个充电的接口 这些接口其实都是防水的 就是IP65级的防水 然后底部呢是有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是设置的选择 选择界面 这是一个复位开关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按一下这个键 按一下 然后呢它会切换到一个设置界面 刚刚我们讲过 D01是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距离调整 我们看一下 按住 听到低的一声 这有个光标在散动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向上 按这个键是向上 看1 再向上就是2 然后再长按一次呢 就是跳到下面那个下一位了 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是减小 可以往下减 每按一次就减小 那我们当然先给它调整到1米 然后 OK这个时候复位了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1米的设置发送到了那个其他的设备上 那发现现在这个屏幕已经不响了 就传感器已经不响了 它已经知道自己的传感器距离就是1米 然后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去设置一下它的无感应时间 第一 也是长按 然后再长按 跳到下一个 再长按 再跳下一个 再长按 如果我们想把那个无感应时间设定为3秒 我们可以 短按一次 1 3 4 按这个是减 然后OK 现在3秒 如果我们要复位呢 就是就是保存的话 按下这个长按 也就是说这个键是进入设置 这个是保存并退出 OK 这个是敏感度 就是激光传感器的敏感度的调整 正常我们出厂呢 是不需要调整 特殊情况的话 到时候再自己咨询我们再来做调整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演示 就是长按 跳下一位 再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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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增加呢 就短按 减少 就短按 然后如果要保存 就按住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设置发送到其他的屏幕上 很快 在大约1分钟以内 他们马上就收到 我们切回到这里 长按一下复位 好 这个系统又可以开始正常运行 就能以后再长按 我做到这个会讯 hear 感谢观看